要進行跳球 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勇士隊 黑色球衣 則是夢想佳 跳球下來由夢想佳所掌握第一波球權 區域來彌補 這個對不到人的要走得上 錢肯尼在抗生抗坑 基爾背靠第一次間接力 總軍12分12個籃板球 這是他跟夢想佳合作 邁入的第三個賽季 勇盛 這一個籃框他熟啊 另外這個球場很大的特色 這就是重低音喇叭 對 中軍的跳投也得分 看起來兩邊慢慢找到手感 DJ 在心臟地帶交給藍底下的伊波卡 一拍要到了犯規 伊波卡 這是一個M1 對 背框要踩腳步 再交給外線 錢肯尼這一次沒有選擇 在外線出手 而是來到內線 去靠近哦 但是就是打不進去了 對 錢肯尼 這一次力圖未穩啊 好那現在Walkoff 交給布依德 要打石門 石門是具有身高優勢的 所以布依德選擇後仰 非常聰明的是沒有把握住哦 Walkoff 馬上用拋頭讓勇士會付出代價 對 十五中一的三分線 對 大逼在籃底下還是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對 這邊要走底線 文成勉強拿到 打給林智傑 由他來選 智傑 拿到這一球再交給布依德 吳永勝 這次最高的突防 團隊的第三顆三分出 打了兩年的球 好 麥卡洛 這一次的長距離出手也投進 麥卡洛 這是一個大碰的 強生連續兩球漏人 對 原本離頭外線出手沒有 來到前場 反手打滿林智傑 Barefield要記上助攻 林智傑 要打小潔 大潔打小潔啊 智傑上場強勢的進攻哦 哇 讓整個勇士隊的這個 得分回溫哦 沒錯 不過林俊基很快地從外線還以顏色 一步之後 來到外線還是短了 Barefield 這一次的角色攻擊 找到籃框 往外交 陳振傑 繞過了掩護 在湖頂拋頭得分 2 2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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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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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3 2 2 2 3 2 2 2 3 2 3 2 2 3 2 2 3 2 3 3 2 2 3 2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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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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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Sexy的拔球干擾 是 忽宜的 發現沒人守他 直接一個翻升兩分距 勇士團隊的第三次散歸 林俊錡投手的位置 再出手命中外線 現在對勇士隊來講 出手非常快速的這種球員 對這個二三去連防的防守 壓力是非常大的 不過很快的 勇士隊也用林智傑的三分懷疑顏色 兩邊的球型目別苗頭林俊錡 往進群中再補進兩分 林俊錡個人連得五分 阿錡 繞開了周桂宇 球彈進匡 個人連續七分 夢想局棋手要接管佔局了嗎 現在比夫殺局是越拉越開 中榮 外圍大控擋 被放空的狀況之下 能把握就是最好的懲罰 最好勇士隊這一波的 進攻的效率相當好 哇 林俊錡沒有人能阻止他了 我的天啊 個人連續九分 打得勇士隊要叫暫停 勇士隊的反擊 球給智傑 三分線外出手 命中了 球給智傑就沒有問題 扛到四季隊還在看 對 球體對上 哇 麥卡洛在空中體衡感真好吃 四季隊 16分盤 貝爾比爾招牌繞底線 這一個吧 小潔 他進匡球沒進 大筆彈出面 打出數的爆克 包含這一帝還有吉爾貝克 目前為止控制的還算過異 外外的狀況之下 麥卡洛飆三分 老吳的跟防直接被甩開了 哇 大銅像的翔翔拋進了 再剩下三分半左右 貝爾比爾 變擋加速來到進區 高打板球進 翔森下球 想要離開JB 這一回沒有問題 畢竟他有身高跟避長的優勢 這麼帥多 田肯尼 把一個角度拍進來 球才能兩下進攻 阿吉 交給減浩 看了一下籃框 再交給外圍的注意伊德 三分線外命中 光是下球就耗了一點時間了 勇勝打一個擋拆 來到進區 十門接到球 左者都受得分 玉璃 宋翔佳 這邊被操了 田肯有快攻機會 兩個打一個 小的打小的 賴慎翁把握住 好 麥卡洛地帶球過半場 但是大逼沒有意識到他會傳球 所以勇士隊擅長的推天來了 陳范柏彥飛升上來 是不好的進攻選擇 那也讓 過方勇士有一次打反擊快攻的機會 所以麥卡洛可以自己攻 因為大逼那時候剛好正在做卡位 所以他那個球 都如其來傳進去 大逼並沒有辦法反應了 方方維持十一分距離 但是Chris Johnson 高難度的後仰跳投命中 強身 看起來這一波鐵的心跳 自己打掉了 強身慢慢地找到手感 對 對 顧翊德在中心裡跳投得分 這個時間點又把顧翊德換上 比62 一樣是個位數的差距 陳范 走右路 高手 這邊阿華度盛心都來了 有點太過勉強 不太能躲 有用的手 這是一個N1健身教練 石門剪到籃板 分半 交給底線的強身 後仰跳 一樣要打大B嗎 打不動啊 今天完全打不到平 對 身體的對抗已經差太多了 大B已經落位了 積極卡位低拍沒有機會 對 外面林均術 最密集 最密集三番球 林均術在下班場 賴不可擋 他一個人又要守又要攻 對 而且 Barefield幾乎從比賽裡面消失了 哇 這一顆球投進去 連小潔都開火了 更加的這個強大 是 林兆踩在手上 Low 2 砍進 對 勇士隊現在進攻端就是打得越簡單 現在 謝忠宏在底線 這一個傳球 結果球路被老吾給斷了 勇士隊在今年賽前 獎金17次的失誤 一個能力強的數字 那這一球投進之後 大爆發 因為畢竟對於這一批 包括智傑、文成他們 這麼資深的球員 他們會抓重點來去打 沒錯 所以在前面對於勇士來 然後到了季後賽 再做了大爆發 所以在去年賽季 看騎變國王 來看一下承擔走彥的底線 投進勇士隊雖然輸球 但我相信對於徐靖的教練來講 他可能也不認為是全盤揭末 但是簡平照跳出來 在上半季的這個信心累積跟加持 在季後賽他就派上用手 對 領導師的球 高中終於可以秀一球 這樣比賽已經走遠了 WALCO 再 kick out 眼神教練 現在大爆發了 這場比賽要去修正的 還有去拿捏的 就是勇士隊在陣容的輪調上面 這場比賽擺上了新的洋將陣友 石門跟Fairfield加上全新的先發組合 看起來還有一段磨合的路要走 對 除了磨合之外 這場球其實看得滿清楚 就是整體的孟翔佳在攻防的強度 都優於勇士 那勇士不管如何辯證 我認為在勇士隊的一個比賽的積極性 還是要在積極的提升 才有機會再跟孟翔佳一較高下 勇士隊吞下了開擊第一次的二連敗 至於孟翔佳 現在是拿下了三連勝 那這一個開局 相較於去年來說是順暢太多了 孟翔佳展現自己磨合的成果 當然這場比賽是從防守開始做起 對 最後拿下的比賽 gle往下的比賽